過年倒數剩下一個月 不少臺商忙著趕回臺灣過年 但返臺之後 除了一人一戶隔離十四天 還有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讓不少臺商反映 希望循著商務泡泡模式 縮短十四天隔離時間 變成七天 臺商們知道完全都不隔離 是不可能的 所以提供這些方式 最卑微的請求 只要縮短隔離的時間 比如說二彩音變成三彩音 多做一次的篩檢 或者有必要的時候 先前在大陸就有施打疫苗的證據 也都願意提供 新黨表示接獲不少臺商存情 因為一來一回得花掉 二十八天進行隔離 之前更傳出臺商 希望用商務考察方式 組團到中國港澳打疫苗 除了臺商會長徐正文 曾經聲援應該縮短時間之外 包括藍營立委也表達 兼顧防疫情況下 能夠放寬標準 由於中國疫苗效能還沒有經過國際研究證實 疫苗防護力有多長 成效又有多少 恐怕讓專業醫生打上大問號 世界各國確診人數持續攀升 如今又捧上病毒變種 臺灣實施邊境管制 全力堵住防疫破口 台商想尋商務泡泡模式入境 縮短隔離天數 承載的破口風險 恐怕得要全民承擔 三零雄八糟 我們就回到台北報道